老翁遭被一次襲擊 身中五刀 僥倖活命 兩週後獵翁遇害 46刀割喉慘死 歹徒抓狂再度回刀 硕士生掛彩重傷 恐怖累犯假釋再犯 竟人人逃死定念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 周日殺人魔 屠家文隨下案 案發現場血跡斑斑 無姓老翁的腳踏車也倒在一旁 就連拖鞋也來不及穿 69歲的無姓老翁 手臂被刺了兩刀 胸腹中了三刀 入口監視器清楚拍到 晚上10點左右 严姓老翁騎著腳踏車 離開了里長家 前往巡視稻田 沒想到這一去 就在柳營奇美醫院的 後方產業道路上 被人連砍了20多島 命案發生後的30分鐘內 離老翁遇死的地點 差不多5分鐘路程 一位南一大的研究生 在回家途中 被兇嫌從背後持刀猛刺 刀刀劍骨 74歲的嚴姓老翁被緊急送醫 到院時已經失血過多 沒有生命跡象 不到30分鐘 第二輛救護車 把重傷的男大生送到醫院 他腹部胸部有多處刀傷 傷勢嚴重鮮血直流 半個月內 台南柳營連續發生了三起凶殺案 地點都在偏僻的田地旁邊 警方立刻鎖定一名可疑男子 這名37歲的嫌疑人 因為毒品案 去年才剛假釋出獄 兇嫌殘忍殺害老農夫 為何他的手段會如此殘忍 涉嫌殺人的圖姓男子 在6歲時父母離異家庭破碎 13歲攬上吸食強力膠的惡習 少年期間不斷犯案 殺人 原因是為什麼 是不是有吸毒 他就是連續殺人的圖姓嫌犯 竟敢矢口否認犯刑 不過專員小組在他的租屋處 起出了殺人的水果刀 全罩式安全帽 血褲還有強力膠 其中血褲和刀屑上面的血跡 經過見識比對 證實是被害人的 警方因此認定 圖姓男子就是連續殺人的兇嫌 進入法院審理 圖家文精神鑑定後 被診斷為 強力交使用疾患 與反社會性人格為常 他表示第二案只是因為 阿伯看我在蹊跤 我就拿刀捅他 而刺殺研究生則是因為 我身上及刀子都有血跡 我會害怕 被害人經過 我怕他會看到 所以我就把刀拿起來殺了他 雖然鑑定報告認為 他犯案時 並未有顯著受到 精神問題影響 法官仁局可教化 跟兩公約 維持無期徒刑定業